炎炎夏日 不少人會選擇 來一球冰冰涼涼涼的冰淇淋消暑 冰淇淋的口味千變萬化 不過這種用塑膠分解 來聚成的環保冰淇淋 大概沒有多少人敢嘗試 設計師小心翼把世上 第一球塑膠分解冰淇淋放進冰箱裡展示 設計團隊利用分解塑膠的新技術 製造出環保冰淇淋 只是才剛亮相就引來批評 是在鼓勵大眾吃塑膠 塑膠分解冰淇淋的製作過程 其實得在實驗室裡用細菌產生的酵素 來分解PET這類的塑膠材質 並將其轉化為香草拳 半進冰淇淋裡 據說團隊想藉此凸顯出日漸惡化的塑膠問題 儘管寶特瓶分解出的香草拳分子 在化學結構上跟現有的合成香草拳可能相同 但在食安機構認證 確定人體可安全食用前 塑膠分解冰淇淋暫時還只能當藝術品展示 天然香草被稱為綠色黃金 為世界上僅次於番紅花第二昂貴的香料 科學家希望透過這款冰淇淋 帶起人類吃掉塑膠的議題 來喚醒大眾的環保意識 公視新聞這位任編譯